娶了个富婆当老婆 竟被嫌弃不像个男人 有的时候还是不开心 老公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男人 应该说的话 但是 我理解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很多心烦的事 这跟钱没什么关系 当然我们生下来 也肩负着很多责任 就像我们小时候 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 那我们长大的意义 就是为了让他们不再受苦 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是更希望 他们活得 比我们以前过得更好吗 难道 这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吗 再说了 成年人的世界 哪有那么多容易啊 对吧 对 为了我们幸福美好的明天 加油 最好的都给你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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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